歡迎收看軍事熱點節目 2021年1月21日 以色列襲擊了敘利亞境內的另一個伊朗目標 這類襲擊很可能會繼續 以色列消息人士說 這種壓力將繼續並增長 為直接攻擊伊朗境內目標做準備 以色列執政黨利庫德幾位部長 稍早要求美國新政府不要對伊朗採取綏靜政策 並警告德克蘭以色列不接受他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 更不會容忍其核武計劃 去年12月拜登在接受訪問時稱 重返2015年與伊朗達成的核協議 是避免中東核軍被競賽的最佳途徑 拜登上任後大幅度修改前總統特朗普的很多政策 1月22日伊朗趁機喊話 呼籲美國新政府無條件解除特朗普對伊朗實施制裁 挽救2015年奧巴馬任內達成的伊朗核協議 1月26日 以色列阿維夫科查維中將在特拉維夫大學 國家安全研究所發表講話時表示 以色列正在制定針對伊朗的攻擊計劃 並且將這些計劃明擺在台面上 原因是伊朗最近幾個月開始重啟核計劃 美國任何重返伊朗核協議的做法都是錯誤的 這番罕見的表態顯然是向拜登政府發出的訊號 要求他在與伊朗的任何外交接觸中謹慎行事 科查維說 回到2015年的核協議 哪怕是有若干改進的類似協議 從行動和戰略角度來看都是糟糕的 伊朗否認正在尋求原子武器 但他的這些行動表明 他最終可能決定迅速推進核武器的製造 特朗普總統在2018年退出了伊朗核協議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歡迎 他批評該協議對伊朗的制裁太寬容 並警告說 伊朗在協議到期後很有可能發展核武 美國退出核協議後 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 在一系列襲擊和軍事事件後迅速升級 美國發起了最大限度鮮壓運動 並重新實施了一系列懲罰性制裁 使伊朗經濟陷入癱瘓 但伊朗還是逐漸突破了對其濃縮有純度的限制 建立了低濃縮有庫存 將濃縮有純度提高 困世研究所的分析師推塔帕西表示 以色列軍方急撤向拜登施壓 希望他不要回到伊朗核協議 帕西說 內塔尼亞胡的一位部長公開表示 如果美國重新加入伊朗核協議 以色列將發動戰爭 內塔尼亞胡已經打出了第一拳 以色列認為 應該向伊朗發出明確的信號 任何試圖獲得足夠濃縮有 以生產核武器的努力 都將遭到嚴厲打擊 這個堅決的立場必須明擺在台面上 讓所有人知道